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谭导师 停了课这么久,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究竟是开心的时间多些呢? 还是不开心的时间比较多些呢? 原来一个人精神能够保持 在一个开心和快乐的状态之下 他的身体也会健康些 究竟怎样可以令我们自己快乐呢?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来自一本电子故事书 是叫做快乐村的 这本书是有文字图画版本 亦都有动画版本的 现在我们会一起去看这本书的动画版本 快乐村 从前在某座森林有处村章 村章的名字叫做快乐村 在快乐村里面 没有悲伤或是争吵 动物们都快乐的一起生活 小绵羊和大野狼相亲相爱 小狗和小猫一起玩耍 流浪的狮子听到了村子传来的笑声 好奇的它走进了村子门口 小鸟和小青蛙热情的高声歌唱的欢迎 牛妈妈和兔子妈妈准备好好吃的食物迎接 山羊村长爷爷决定要办派对欢迎狮子 大家都好兴奋好兴奋 看着这么快乐的村民 狮子疑惑不已 狮子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快乐呢 山羊村长爷爷笑着反问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看他们呢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呢 狮子问正玩在一块的动物们 你想知道吗 小猫问 和我们一起玩就知道啦 小兔子接着说 躲猫猫 一二三木头人 抛球游戏 鬼抓人 大家一起玩了好多好多的游戏 玩的好快乐好快乐 我想我知道了 狮子笑得好快乐 快乐很简单 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和他们一起玩耍 一起欢笑 快乐村今天也充满着欢笑 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 原来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 就会感到快乐 但是有朋友不是必然的 首先我们要很主动去认识朋友 认识了朋友之后 又要努力去维系友谊 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维系一段友谊呢 现在譚慕斯想邀请大家去阅读另一篇故事 这个故事是来自另一本电子故事书 叫做我要快乐 我要快乐 我好不开心 我都没有朋友 因为之前我都不喜欢分享 玩具 玩具 点心 甚至是木马 我都不分享 最后 发现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过了几天 决定了 我要改掉所有自私的习惯 把朋友一个一个找回来 让大家喜欢我 最后 小兔兔才明白 分享 不只能让别人 就连自己也都能够快乐 就这样 小兔兔和朋友们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 原来当我们乐意分享的时候 就能够维系友谊 当我们能够维系友谊 有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快乐 但是 现在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日子 大家都可能见不到自己的朋友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不开心呢 不过我想也不需要 其实除了有朋友 可以令我们得到快乐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令我们得到快乐 究竟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我们得到快乐 不如现在听谭牧师说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来自一本电子故事书 叫做快乐的秘诀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她叫做维维 今天维维起床的时候 她觉得很生气 原因是昨天妈妈不愿意 买一辆变形玩具车给她 于是维维匆匆忙忙地擦牙洗面 就拿起书包 打算出门口上学了 当她出门口的时候 妈妈叫着她 还交了一封信给她 然后妈妈就跟她说 维维啊 你记得回到学校 才看这封信 维维故意不理会妈妈 拿着封信 就立刻冲到门口 就上学了 由于维维没有吃到妈妈 做给她的早餐 维维觉得很饿 于是维维就去到一间快餐店里 吃早餐 后来她留意到有一个叔叔 竟然忘记 带钱包就离开一间快餐店 于是维维就立刻拿起钱包 冲了出去快餐店那里 还将钱包交给叔叔 叔叔觉得很开心 于是就送了甜甜圈给维维 维维带着甜甜圈 继续走 后来她见到一个妈妈 带着一个小妹妹 在街上卖一些手工饰物 当时小妹妹好像很饿 很久没有吃过东西 于是维维就送了甜甜圈给妹妹 妹妹觉得很开心 于是妹妹的妈妈 就送了一条手工颈链给维维 维维维维维向前行 当她经过一个公园的时候 她见到有一个老奶奶 坐在一张轮椅上 当时老奶奶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于是维维就送了一条手工颈链给老奶奶 还帮老奶奶带上 老奶奶觉得很开心 于是就摘了一朵花 然后把那朵花送给维维维 维维维带着那朵花 继维向前行 后来她见到有一个卖气球的人 可能她的生意不太好 所以那个卖气球的人 觉得很不开心 于是维维就把那朵花 送给这个卖气球的人 卖气球的人马上开心 于是就送了气球给维维 维维带着气球继续向前行 后来她见到有一个小妹妹跌倒 坐在地上哭 于是维维就把气球送给小妹妹 小妹妹觉得很开心 于是就送了火糖果给维维 维维带着糖果继续向前行 很快就回到学校了 当她进入学校门口的时候 她记起妈妈交了封信给她 于是她就把封信拿出来看 原来里面写着 你有发现即使没有玩具 也依然可以感到快乐的秘诀了吗? 故事告诉我们 在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 原来当我们乐意帮助别人的时候 除了带到快乐给身边的人之外 其实连自己都会感到快乐 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其中一项快乐的秘诀 其实还有什么都是快乐的秘诀? 不如现在一起去看一份单张 这份单张叫做做个健康快乐人 是由卫生署制作的 这份单张一共有两页 第一页告诉我们 如果要身体健康的话 我们就要有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充足的睡眠 还要有快乐的心态 究竟如何可以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 我们就习惯和别人很和睦地相处 乐于助人 还要乐于学习 而且还要建立自己的兴趣和嗜好 更加要学习 适当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至于单张的第二页 就告诉我们 究竟如何可以很具体地实践 第一页所说的原则? 譚姆斯也鼓励大家去深入看看这份单张 了解一下快乐的秘诀 究竟如何可以看到这份单张? 请同学首先要登入内联网 然后请你依次点选课室地带 温集 图书科和笔记 接着就会到图书科笔记这个版面 请大家在左手边点选卫生处 做过健康快乐人单张 那你就会看到单张出现在右手边 那你就可以阅读 其实在图书科笔记这个版面 大家还可以看到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譚姆斯更加鼓励大家 可以点选左手边 有图书科网上练习7 请同学可以试试回答一下 这个练习上的问题 考考自己是否真的明白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所讲解的内容 最后 当大家明白了有什么是快乐的秘诀之后 希望同学能够实践 希望同学能够经常保持自己 在一个开心快乐的状态 大家的身体都会健康一点 拜拜